受到东北季风和南方芸汐的影响 南投山区出现浓雾带来美景 美丽的云铺缭绕山谷间仿佛置身仙境 当地居民兴奋地表示 期待樱花能够在春节盛开 到时候或许花海加上云铺美景 可以一起尽收眼底 奔腾云流缭绕山峰 这里是海拔1500公尺的大轮山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风厚水气凝结流淌山谷间 宛如海浪一波波席卷而来 透过缩时摄影更令人叹为观止 东北季风带来了很多的水气 在白天的话它会形成很漂亮的云海 那在晚上的话我们的灯光 透过云海的反射之下 形成很漂亮的琉璃光 南投山区云雾缭绕 白天看得见云海 晚上还会出现琉璃光 除了大轮山外 信一乡旺高地区 清晨也出现美丽的云铺 它会像是海浪一样 有这样子飘 尤其是拍缩时摄影的时候 南投看起来的时候会更加的状况 过年的时候刚好 如果说运气好的话 会刚好遇到有樱花可以看 然后又有我们的云海可以看 云铺在山谷间层层叠叠翻动 如同牛奶锅一般 满延整个山谷 当地居民期待春节时 樱花能盛开 到时候游客到信一乡旺高地区时 就有机会同时看见云海和花海大宝眼福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导